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上禮拜講完康德 我非常的不滿意 覺得自己沒有講得很清楚 然後就回家想了一想要怎麼把他講得更清楚 所以大家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說大家這堂課什麼東西都可以忘掉 這件事情不可以忘掉 就是說只要你上課聽不清楚 覺得堅設模糊太抽象 那一定是我的問題不是你們的問題 大家有這個自信你知道嗎 這個自信是 康德說這個自信就是啟蒙精神 康德有一篇文章就是什麼叫做啟蒙 他想要用一個精神去定義啟蒙這個運動 這個時代這樣 然後他說啟蒙他的最根本的精神就是呢 勇氣 你有勇氣去說傳統的習俗 傳統的 傳統的習俗 傳統的理解 傳統的價值 就是我不理解 我聽不懂 我覺得不適合我 我並不贊同 你要有勇氣去使用你的理性 然後去做出你自己的判斷 那如果不贊同的話 要以你自己的理性為依歸這樣 所以不懂聽不懂就是聽不懂 你的理性就告訴你聽不懂 那康德認為說我們最需要其實是勇氣 在這個過程當中這樣 你要有勇氣脫離你的這個孩童時代 孩童時代是說 大多數的知識都是別人灌輸你的 大多數的道德都是別人灌輸你的 可是所謂的啟蒙對康德來說就是人 到了一個時間的一個階段 然後就真正成人了 就是脫離了幼兒時代這樣 那他是一個人類時代的一個階段 然後人在啟蒙這個時代就是第18世紀 忽然意識到說 每個人都應該在使用自己的理性的時候 完全以自己的理性為判斷 你覺得不理解的東西就是不理解 那不是你的問題是他的問題 然後你覺得那個道德價值不適合你 就是不適合你 他以你自己為依歸這樣 他是很困難的 我們看到不管是如說 或是我們這集會講到謬 他們其實都在奮鬥這個問題這樣 你活在他人的眼光裡面 你被公共意見所統治 你被習俗習慣所統治 那我們自己以為我們好像沒有 但是事實上我們事實上就是被統治這樣 那我們要怎麼樣有勇氣去脫離這個公共意見 權威對你的判斷 傳統道德對你的各種統治這樣 你們在讀這個John Stumiel的時候 他不斷地強調 我們應該要去發展自己的個性這樣 然後去注意到很多這個社會給你的制度 和很多的這個路徑不一定適合你 你要完全聽你的個性告訴你該做什麼事情這樣 也就是說事實上如果我們認真對待沒有的話 我們可能就這個 可能就離開台大這樣 發現台大不適合自己這樣 但你可能發現離不開台大 你就是對意見所統治這樣 對不對 這是多麼的困難一件事情這樣 好 那我回家之後 對康德又做了一些重新的理清 發現我上次給你們那張圖示 可能會confusing這樣 這張圖會比較清楚這樣 那這張圖就是這個大方塊 就是你的這個心靈的活動 那心靈的活動並不是一個 對康德來說並不是一個這個 好像我在經驗觀察你心靈怎麼活動 不是 是你往內心去反省 你會發現你的心靈就是這樣子活動的這樣 那它是你的理性 你的意志 你的這個情感等等的一個這個 互相的這個互動這樣 那你會發現你的心靈裡面 有很多的 inclination 這些欲望 或者是各種各樣的傾向 那也包括了你的愛 然後你的渴望 然後你的情緒 情感 你的厭惡 你的真悟 你的這個等等 你的迷戀 你所有的 inclination desire 是在這裡 那你這些 inclination 你會想要對應你現實生活中的某一個目標 目標1目標2目標3 那你會想要透過你的行動 來達成這個目標 對不對 那我們的心靈的整個活動的一個基本目的 就是要產生一個意志 這個意志會讓你去決定你的行動 然後去達成一個你要想要達成的目標這樣 那我們的目標呢 還有我們的 inclination 透過我們理性的反省運作 事實上呢 我們哲學就討論到 我們會追求很多不同種的good 那像比如說 其實我們在讀古典的時候 我們把good基本上分成了工具性的good 然後本質性的good 還有工具性和本質性的good 對不對 這些都是我們對good的各種不同的分類方式講 那這邊是康德的分類方式這樣 那他並沒有很認真在分類 所以我們不用太認真看他的分類這樣 就是說你的智慧 你的聰明是你的一種good 你的個人的個性德性 是你的一種good 你是勇敢的人 你是一個公正的人這樣 那有些good是屬於這個 你無法完全控制的 他這種意義上是被這個歪在的這個 幸運所控制的 那就有權力金錢榮譽還有你的這個 然後你的happiness 這些都是good對不對 好 那我們在我們之前的這個 在康德之前 我們對於這些 incarnation 我們檢討的incarnation有哪些 然後我們去想去分析說 哪個incarnation是最優先的 哪個incarnation事實上包含了 全部的其他東西等等等等這樣 我們試著去分析incarnation 然後把它分析成我們想去追求的各種good 對不對 那對於這個柏拉圖來說 他可能會想要 我們不斷地追求一個更高貴的一個 這個 美好的一種生活這樣 那亞里斯多德可能會說這個 參與政治本身是一種這個 一時一種非常重要的一種good 是最核心的一種good這樣 他們都是以good在考慮事情的 對不對 那不管是馬跡為例 他主要的good就是這個 對軍王來說對軍王的自保 還有軍王的這個權力的這個擴張 供固等等這樣 然後對霍布斯來說 最主要的good其實就是這個自保 然後到了這個 洛克 盧梭 都有他們自己各定界定的good這樣 那有一個有趣的一個分析是說 康德認為說 我們在使用理性的時候啊 大概可以看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層次這樣 我們他有個人的這個 主觀的行動的原則 我們個人的這個行動的這個原則這樣 你如果沒有個人的行動原則的話 你就是餓了就想吃對不對 然後怎麼樣就想哭 你就是一個非常自然的 按照自己的這個本能衝動行為的人 可是基本上我們並不是這樣子的人這樣 我們看到一個人完全按照他的衝動行動 我們會覺得他這個人無法控制他自己 他是不太理性的這樣 所以我們即使再餓 我們可能對給自己一個這個 行事的一個原則是說 那我就按照三餐吃飯 因為我知道這樣對我的健康最好對不對 我即使再怎麼樣想在學期中出國去玩 我只想要偷偷休息一個禮拜 但是我還是這個告訴自己不行 我的個人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說 我學期中的時候我就是這個 再怎麼累我就是把學期中 要學期上玩這樣 要考完期間或考 然後之後我可能還再去玩等等之類的這樣 沒有自己的一個行動 一個主觀的行動原則 對 你試著想要去整理你自己的生活要怎麼過這樣 這是非常主觀的你個人的這個行動原則這樣 那當你在使用你的主觀行動原則的這個 去試著去為你的這個生活去界定某種結構和這個原則和這個形式的時候啊 你已經開始使用理性了 你已經開始使用理性了 而且你的理性可能開始已經介入了下面幾種的這個形式這樣 那下面的這三種理性的這個形式 康德認為說我們可以把它叫做客觀的原則 也就是說當你使用這三層理性的時候啊 你都在尋找的是一個客觀的原則 客觀就是說他對每一個人都是有效的 對每一個人都是有效的 因為每一個人他假設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完全理性的人的話 完全理性喔 那你一旦認知到這是客觀原則的時候 你就要按照這個客觀原則去做 也就是說這些客觀原則為什麼對每一個人都有效 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一定程度上的理性的這個行為者 所以我們做理性行為者的那個部分 會告訴我們說這個是客觀原則 他應該要對你有效才對這樣 因為客觀原則對每一個人都有效的這樣 那可是我們實際上是不完全的一個理性行為者 所以這些客觀的對我們來說 會變成是像對我們下命令一樣 你應該要這樣做 如果我們是完全理性行為者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客觀原則本來就應該要這樣做 沒有什麼好應該不應該的 如果是神是完全理性的話 那神就完全要客觀原則去做 但我們並不是 所以客觀原則會對我們產生一種 像命令一樣的一個口氣 你應該要這樣做 你應該要這樣做 那比如說我們第一層次的客觀原則 這很簡單 就是說比如說你決定你要這個 申請這個交換學生 或是申請出國念碩士 那你需要英文考試對不對 那為了要通過那個英文的留學考試 所以你必須要做很多很多準備對不對 那這就是在你第一層次在運作 你現在選了一個 準備英文考試這樣子的目的 那你的理性就會搞定說你要怎麼準備 然後先去搜集資訊 問知道怎麼考試的人 那他們告訴你說你可能要去幹嘛幹嘛幹嘛 你去幹嘛幹嘛幹嘛對不對 然後什麼什麼要準備什麼什麼不要準備 你的理性不斷的在想 你要透過什麼樣子的方式 最能夠去通過那個留學考試 而且能夠考得最高分 對不對 那你就按照你的理性就排出了一整個計畫來 可能是半年的這個準備留學考試的計畫對不對 準備這個英文考試的計畫 那通行的理性在運作 那是因為你已經給了自己的一個目的 然後你的理性告訴你說 什麼樣子的方法是最有效率的 是最能夠達成的 對不對 那當然你訂了半年的計畫之後 你就發現你意志不堅啊 每次要念英文的時候 你就是上FB啊對不對 那你就是這個你在幹嘛 你就是不太能夠有這個 這個各種樣的誘惑到你 沒有辦法按照你的這個 自訂的這個時間表去做對不對 那是因為你不夠完全理性對不對 你如果完全理性的話 而且你如果完全知道這個目的就是你要的話 你就應該要完全按照你設計的那個計畫去做啊 所以你做不到其實是因為你不夠理性 沒有錯嗎對不對 而且你會說任何人想要去通過的留學考試 都要按照這個計畫來準備是最有效的 所以你的這個理性是對任何人都有效的 那當然你可能會說 每個人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所以每個人準備的這個課程不太一樣等等等等 這都是理性在計算都是在運作 運作什麼樣子的方法 就能夠達成這個目標 然後你如果和我處在同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想到的這套方法 對你也會有效 對不對 所以當然你的理性一旦進入這個mode 就是說有一個目標在那裡 我要透過什麼方法去達成的時候 你用理性思考這些過程 都是在想不只是對你有效的 而是對每個人都有效的 對不對 如果我今天在這個戲上的戲牌 我想要拿到這個可能這個 某個比賽的冠軍 因此我們要做哪些準備 那你制定的這些準備過程 如果是對你們班有效的話 對別班也應該要有效 你在思考一個客觀的原則 是對每一個人都有效的 對不對 不過這是第一種理性的運作 是說如果這個目標是任何目標的話 那我們理性就是在思考 怎麼樣去達成這個目標最有效的方法 那第二種理性的運作方式是 就是如果這個目標是一個很大的 每一個人都要追求的目標 它不是任何的目標 我們剛才是隨便決定一個任何的目標 然後我們討論什麼樣子的方式 最有效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人思考的最好 我們會說這個人最有效率 或是他最能按照這個理性的計畫來行動 我們會說他這個人最有效率 然後他思考的方式最有用 我們會這樣承擔他這樣 可是第二種理性的運作模式是說 假設有一些目標是每一個人都想追求的 人 by nature 就是我們作為人的這個本質 我們就被given要去追求的目標 那或不是可能會說自保 但我們突然會想到一個 比較更大一點的目標是 比如說快樂 大約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 都想追求快樂這樣 那如果你要去思考說 那什麼樣子的方法能夠達成快樂 什麼樣子的活動 我在裡面會感受到更高品質的快樂 快樂需要達成哪些哪些good 那些good的優先順序是什麼 當你在做這種思考的時候 你就是在做亞里斯多斯的思考對不對 而且你會認為說 如果每個人都要追求happiness的話 原則上如果人的這個nature more or less是相似的話 那我能夠達成快樂的這些方法 也會適用於你這樣 當我在思考怎麼樣獲得快樂的時候 我一定在思考一個客觀的原則 是對每一個人都能夠達成快樂的 除非我不是認為它是 每個人都被給定的目標 如果有一個目標只是我自己給予我自己的話 那些目標是別人都不想達成的話 那大概我就不會認為說 我在思考一個對每個人都要同樣遵守的行為準則 但是如果我這個目標是 如果他想要 他也會想要去follow那些準則的話 我在思考一個對每個人都不變客觀的一種 客觀的原則對不對 所以如果有一個happiness這樣一個東西 是每一個人都要的話 那我們在思考那個過程也是一種 思考什麼樣子的方法 最能夠達成這個目標 他還是在考慮方法 然後我們會說 把這件事情想得最好的人 而且能夠真正實踐力行做到的人 這個人最prudent 這也是要來說得給good man的一個成讚 就是這個人最prudent 或是我們會說這個人最wise 這個人最有智慧 他這個人最知道怎麼樣去達成生命中最重要的 被給定的那些目標這樣 這是我們理性的第二種運作模式這樣 那康德把這兩種運作模式把它叫做hypothetical的原則 hypothetical就是說 它是一個先有了目標之後 而且被給了目標之後 我們再來考慮 我們理性再來運作的一種模式 所以還不是說它是假設性的 假設你要追求這個目標了 然後你的理性會怎麼運作 它是假設性的這樣 他始終要先給一個目的 任何目的都可以 或者是快樂作為一個被給定的目的 讓你去想要怎麼樣達成的方法 然後這個方法 你在思考的時候一定是對每一個人都是客觀有效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再用理性在運作啊 除非你只停留在這裡 你只要稍微想要讓自己變得更理性一點 我要怎麼樣真正去通過那個留學考試 我要怎麼樣能夠達成人生命中真正的幸福美滿的時候 你就進入了這兩個層次 然後事實上你就是在思考一個客觀 對每個人都有效的原則這樣 如果那個人也被給了這個目的的話 他也要這樣子做 如果有一個這個前提如果這樣 但是康德就會 他就發現啊 事實上就算你在進入了這個層次啊 他還是會覺得說 你事實上並沒有真正去 讓你的理性去做一個 真正有道德價值的一件事情一樣 這個 這個 他告訴我們怎麼樣獲得人生的快樂 那我們就努力的去達成這樣 那這樣子到底他的道德意義在哪裡 有些人他獲得快樂 並不是因為他個人的努力 他可能是因為很多運氣造成的 那他是有道德價值 有道德值得去快樂的嗎 等等 就我們上次探討這些問題對不對 所以康德就發現 真正讓我們感覺到道德尊嚴的那些道德律啊 比如說同小無期 比如說你有能力的時候你就要幫助別人 比如說你遇到困難的時候呢 你不能為了自己的方便就說謊 他就發現這些道德律啊 他並沒有給定一個目的 我並不是為了什麼特別目的去遵循這個道德律 我也並不是為了快樂 我其實做了再怎麼不快樂 我都必須要去做 我因此才更感覺到我有道德尊嚴 對不對 然後我也意識到這些道德律 他必須要是客觀的 對每一個人都有效 我是從那種因此感覺到道德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同小無期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他也是對每一個人都有效的 而且他是無條件的 無條件是相對hypothetical 我並不是為了特定的目的 而去這樣子做 而去遵守這些原則 是無條件 我就是要這樣子做 雖然是無條件 而且他是對每一個人都有效的 得道德律 他發現我們理性竟然有在做 這樣子的一層次的思考 然後這個東西才是真正給我們 道德尊嚴的這個理性的思考模式 這樣 有沒有 那如果我們透過理性的這種思考模式 得到了道德律的話 這樣子道德律的話 如果你能夠按照這個道德律去行動的話 我們就會說你這個人是道德上是好的 所以你這個人再怎麼知道怎麼樣獲得快樂 我們都只會說你是prudent 你真的很有智慧啊 可是你這個人能夠在各種艱辛的困難之下 甚至不為了快樂 都還是堅守同少無期 都還是堅守這個 我能夠有能力 我就去幫助別人的話 那我們就會選你這個人 真的是一個道德上的好人 那最有趣的是 這邊的思考 他竟然要剝奪所有的這些目的 他就是不要目的的 任何的目的反而會威脅到 他做一個道德律的這個尊嚴 或是他的這個 讓我們崇敬的這個感覺這樣 所以這就有趣喔 康德就會想說 所以說這邊的道德律啊 他主要的力量不是來自於 我內心中有什麼incarnation 不行 你不管這個再怎麼想死 如果有一個道德律是說 人都不該自殺的話 你再怎麼相死你都不能死 所以他跟你的incarnation是無關的 他甚至常常要去 違反你的incarnation而行動 你的incarnation 這怎麼告訴你說 我人生的總體目標追求快樂 可是你如果做某件道德律的事情 會讓你不快樂的話 那你還是要去做它 那到底就是道德 你就是應該要這樣子做這樣 所以他跟incarnation無關 然後他跟這些good也不必然 應該是說 這些good他還是一種 某個意義上的good 比較追求happiness的一種good 那他是要達成考試順利的話 你可能必須要專屬 所以專屬是一種good 可是這些good他們都是條件性的 要讓這些good真正變成一個 道德上有價值的good 你一定要讓它符合某個道德律 它才會變成某個道德上有價值的good 那康長就說 那到底這個地方在做什麼樣子的思考 它不需要任何的incarnation 它不需要任何的物質性的材料 不需要仰賴任何外帶的這個目的 它就是某種普遍的對大家都是有效的 而且是無條件大家必須要遵守的 那他就從這裡去抽意出說 我們事實上可以發現 我們的這個 我們會覺得我們的理性 在這個層次上運作的時候 他會告訴我們一些很高的一些普遍的原則 是我們覺得理性就叫我們必須要遵守的 而且我們會覺得遵守他本身就有道德尊嚴 那我們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目標這樣 那第一個他可以想像的這種類型的思考就是 這個普遍性原則 就是你的行動要讓你的這個行動的這個主觀的原則 你的maxim 必須要你要能夠覺得說 同時他必須要能夠每個人都採用 他必須要成為一個moral law 這個時候你才能夠這樣子去行動 如果你做一件事情 比如說你可能遇到困難你就說謊 這個如果是你的這個個人道德原則的話 可能就是說你拿去做這個普遍性的測試 你能夠接受全世界每一個人遇到困難都說謊嗎 那如果你發現做了這個假設之後 全世界每一個人都遵守這個道德律 每個人遇到困難都說謊 你會發現你陷入自我矛盾 你會發現對人類社會造成很大的傷害等等等等 是你不能夠接受的 那你就不應該遵守這個道德律 你就不應該這樣做 那你就是應該 這個這個在困難的時候 就不應該要說謊這樣 他就發展出了一個這個普遍性的測試這樣 然後從這個普遍性的測試 推演出了其他的原則 那我們就沒辦法再多細講 一個就是說這個 這個你要如果如果如果我們 好 第二個原則的話是說 我們這個行動一定有很多目的對不對 有很多inclination對不對 這些目的inclination 基本上康德都認為說 如果他是被given的話 你就會覺得他並不是 帶來道德尊嚴的這個目的這樣 那有沒有一個目的康德就問說 他並不是一個 這個我們的這個nature給我們 也不是我們任意去找來的 會不會有一個目的呢 是對每一個人都有效 而且他對每一個人都來說都是unconditional的 他認為說有 那個人的行動裡面 可以找到一種目的 是對每一個人都有效 而且是無條件的 而且不是為了快樂 不是為了智力 不是為了任何考試的目標 是對每一個人都有效的 這個原則就是說 你把自己當作目的 然後因為你把自己當作目的的原因 是因為你是一個人 那只要別人是人 你會把那個人當作目的這樣 就是說你認為人本身就是目的這樣 只有這個目的 他作為 就是說你生活中有很多目的嘛對不對 比如說你可能這個 這個想要去考 就是你還是用這個準備英文考試例子好了 你就準備英文考試是你的目的對不對 可是你在準備英文考試的過程當中啊 你發現有很多競爭者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能不能夠欺騙他們 然後讓你可以這個 達到更高分 更高分他們變得更低分 這就是你在考慮你的行為這個目的對不對 他們就會講說 你如果欺騙人把病人當作工具的話 你就違背了第二條 就是說你任何的行為的目的 你有很多目的 但其中有一個核心的形式的 他大概會在每一個目的中 都會相伴出現的一個目的 就是說你所有的行動 你所有的目的都不需要把任何其他人 當作是目的本身 而不能當作是你的工具這樣 也就是說如果你希望別人跟你合作 做一件事情的話 你如果騙他就是把他當工具 所以你要跟他講清楚 讓他願意志願 完全志願跟你合作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是把他當作工具 再欺騙這樣 這其中一種可能性這樣 那第三就是這個自主性原則 這個也必須要再說一下 就是說康德講的這個自主性第三個 他是一種自我立法 不過康德講的自我立法 他並不是在講這個 一個民主社會的民主過程中 大家一起在透過民主過程制定法律 不是 康德不是講這個 康德基本上他心中的民主 是一個多數決的一個政治過程 所以他不太相信民主 他覺得民主如果都是多數決的話 最後就是多數決獲勝 多數決獲勝怎麼可能能夠去產生 這個真正客觀的這個原則 對不對 如果民主只是多數決的話 那盧壽他很多辦法克服了多數決問題 才能夠說他的這個人民主權 可以導出general law 所以盧壽非常非常複雜 處理這件事情這樣 那康德他說如果民主只是多數決的話 民主不真的不會產生一個general law 或是objective principle 那我們就會說 那康德你這裡說每一個人是你自己的 法律的制定者 這是什麼意思 那康德會說 我說的並不是說你真的要去 這個民主的生活裡面去制定法律 不是 而我就是在說這個過程 就是說今天有一個法律 今天有一個道德律就是同少無欺 我的理性會認為說 任何只要是任何理性的人 他都會認可同少無欺這個客觀原則 而且大家都會覺得無條件的遵守他 會感覺到某種道德尊嚴 那這樣子每個人都會認可他這件事情啊 他其實就已經代表了 每一個人是同少無欺這個道德律的制定者 同少無欺這個道德律不是來自於神給我們的 而是在我們的理性運作本身 我的理性他不斷地去檢驗 這個是不是道德律的時候 他的檢驗方式是 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在 都能夠遵守這個道德律的時候 我在做這個推理的時候啊 我其實就是在肯定每一個人 是這個道德律的作者 所以他不需要一個民主的過程 每個人都同意 而且你的推理可能是錯的 我的推理可能是真正對的 所以在民主上你反對 你還是錯的 比如說如果同少無欺啊 我透過康德教我的那種推理方式 就是這個普遍性的測試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該遵守 而且我覺得每一個人理性上都會同意 所以我更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要遵守 但今天如果有一個人啊 他不贊同 他說同少無欺這件事情會造成什麼什麼 他就找了非常多理由 不贊成同少無欺這樣子的道德律的時候啊 那他在民主的過程 他可能就反對同少無欺這個道德律啊 那可能會說他的反對無效 真正有效是你真正有沒有在運作 這個普遍化的一個測試 所以我今天找到一些道德律 然後我說他通過普遍化的測試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在說你的理性會同意這個道德律 所以你也是這個道德律的制定者 你的理性會同意代表說你的理性也是這個道德律的制定者 那制定者有一個更強的意涵 在康德的這個想法裡面是說 因為沒有任何神給我們這些道德律對不對 那這些道德律到底從哪來的 那當然對康德來說 他其實就是我們理性對我們自己下的命令這樣 我們理性本身就要求我們必須要符合某些普遍原則對不對 某些客觀原則 那理性在這裡也要求你客觀 理性在這裡也要求你客觀 所以客觀性就是你的理性他本身對你下的命令 對不對 只是這康德的客觀性只是一種條件性的客觀性 可是你在這裡的時候 理性給你下的命令是一種無條件的客觀性 對 那理性對你下令這件事情 對康德來說這就等於你的理性對你自我立法這樣 所以他這裡講的自我立法 並不是這個大家在一個民主的過程中 一起合定法律 不是 而是就是第一個 就是要去通過那個普遍性原則 每一個人都會同意的那個法律的道德律這樣 那human dignity來自於 你是一個這個理性上可以為自己決定 這個什麼是道德律的人 可是你的理性上為你自己決定這件事情 它事實上是說每一個人理性也都會同意 因為理性這個東西對他們來說它是普遍的 每一個人不會有不同的理性 大家的這個理性的思考模式和結構都是一樣的 這個activity of mind 它並不是經驗發現每一個人相容或不相容 不是 而是每一個人只要思考 思考這件事情 你去內觀 就會發現每一個人思考的那個方式 結構形式是類似是一樣 是完全一樣的這樣 所以說 所以說 當我在去推測每一個人都會同意的時候 我事實上一定要做一個假設說每一個人都會跟我做一樣的推理這樣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這樣子的一個自我立法的這個能力 就是這個人性主義的這個來源這樣 那這邊我們就這個跳過 我們直接看政治上的意涵是什麼 在這邊很大的一個缺陷是說 我們讀的這個這整套東西都是屬於康德的道德哲學 再來不是他的政治哲學 所以你看童少無欺 或者是這個 你的行動的基本的這個動機一定要是會不會 為了duty而去行動 講你的動機對不對 然後這個 你有能力的時候你要盡量去幫助別人 這些是道德原則 意思是說他並不是一個我們想要透過法律 來去制定的這個實體世界的那個法律 他只是道德律 他只是做一種道德的信式在管理你應該要怎麼做這樣 他會管你的動機 道德的話就會去管你的動機 你不需要為了義務去做他才有道德的價值 義務本身也不是為了智力這樣 可是康德認為說在一個政治的世界裡面 法律是不該管動機的 所以他這套道德律啊 他並沒有要直接去impose在政治的世界裡面 沒有 所以這個道德律和政治學在這方面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這個不同這樣 他政治學就只管你外在的行為 那如果只管你外在行為的這個法律的話 要在什麼意義上能夠符合這個普遍性原則啊 他只給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這個原則 就是說每一個人的外在自由 必須要能夠和其他人的外在自由相容 而且要依據一個你這個政治社群能夠普遍接受的一個 一個法律而行動的相容這樣 他的政治原則政治上他就只有給這個東西這樣 那其他東西都不需要我們推理出 他其實還有講很多其他東西 包括這個行政立法司法要怎麼樣分配啊 人為什麼要離開自然狀態啊 都大概可以從這個東西裡面去推論出來這樣 不過康德自己的想法我們就先不理他 因為他自己的想法並沒有很大影響力這樣 那很大影響力是後人他們按照康德式的思維 去推理出來所謂康德式的一些對政治上的看法 或是康德式的一些政治原則 那個是我們會覺得比較有興趣的這樣 因為康德自己的本身政治哲學還蠻 就是並不容易唸這樣 而且並不是很清楚這樣 那其中一種英雄就是像羅爾斯 羅爾斯是在我們下禮拜會唸到的 羅爾斯把康德式的這個普遍性原則啊 然後就是說你如果要去想一個對你的社群來說 最根本的正義原則的話 你必須要認為這個正義原則 可以被每一個人都能夠接受 可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接受這件事情 到底什麼要叫做大家真正的接受啊 什麼樣子的正義原則會讓每一個人都真正能夠接受啊 要怎樣才能夠尊重普遍的 那如果是就自己推理出來一套這個 必須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你才能讓每一個人都能夠真正接受這樣 這我們下等下會提到我們就不提了 但是我們也可以來看當代審議民主 怎麼樣被這個康德影響 你看這是一個叫做Cela Benhabi的 這個當代審議民主的主要的一個理論家這樣 審議民主大家應該還蠻常聽到的 他說這是康德對審議民主的影響 康德雖然他本身不認為道德律可以被民主多數覺找出來 可是審議民主他稍微扭轉了一下康德氏的原則之後 就發現康德氏事實上可以支持民主的 但是是一種審議式的民主 而不是那種多數覺的民主 那審議民主他是這樣講 他說只有那些規範可以被稱作是有效的 哪些規範呢 就是說會被那些規範所影響的所有的人 他們必須要能夠去同意這個規範 可是他們的同意呢 必須要先經過一個審議的過程 這審議過程必須要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是對稱的 必須要能夠提問的 必須要能夠開放辯論的 那他的這個關於我們審議過程的這些規則 也都能夠被大家所能夠重新提出來討論 只有經過這些審議的過程之後 那個規範才會認為是有效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我要制定一個法律 這個法律他會影響到這個外勞 比如說這個我們可能規定說這個移工 移工幾年 比如說來台灣幾年他必須要回去一趟等等 這些規定這樣 我們定這些規定一定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 對不對 那你如果按照康德斯的想法的話 任何會影響到他的生活的這個法律 或是這個規範 一定要是他可以同意的規範 對不對 那什麼就是他可以同意的規範 你如果拿利益挾持他說 你如果不接受你就把你們趕走 那就不是他真正可以同意 真正不是他同意的那個規範這樣 真正他可以同意的規範是必須要經過一個 合理的審議過程 這審議過程就是說呢 你讓這個法律會被影響到的所有人 包括所有移工 那可能也包括這個做仲介的人 他也被影響到對不對 那可能也包括這個想要請移工的那些公司 也會影響到對不對 然後一般的公民可能會被影響到 因為這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發展 所以你把所有人都找來 然後經過一個審議的過程 這些過程必須要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每一個人都能夠提問每一個人都是對稱的 然後大家思考必須要按照這個 理性的argument而去思考 而且思考過程的那些過程也是可以被挑戰的 只有經過這個公平公開公正的一個 徹底的思考過程 而且讓每一個會被影響到的人都被拿進來討論 當大家經過這個理想過程之後 都能夠同意的那個規範和法律 才叫做每一個人都可以同意的規範和法律 那要比認為這個是一個康德原則推論出來的一種 我們對於任何的法律制定要有的要求這樣 你看這樣子一個東西它 事實上它是在模擬這個普遍性原則的第一條 就是說你行動的原則啊 比如說你現在在台灣 你的某一道法律是會影響到這個移工的 所以這道法律實上也就是你行動的原則 原則之一這樣 如果這個原則要被他採納的話 那他會造成什麼樣子的問題 是他無法接受的 如果他無法接受的話 那他就不是一個可普遍化的一個法律 他可普遍化這件事情要包括 他不會矛盾啊 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 對方要真正可以接受 那對方真正是不是真的可以接受 那對本哈比來說 你就是要經過這個審議的這個過程 你才會知道對方可不可以真正接受 你制定的這個法律這樣 那你看喔 所以康德他的原則啊 他是跨 他essentially是對每一個人類的一種要求 所以他不管你是不是你國家的公民 比如說你的核廢料 或是你的核電廠 如果你的核電廠蓋在國界 會影響到另外一個國家的人的話 對本哈比來說 你只要會影響到那個人啊 你在決定要不要制定核電廠的時候 或是你回想各種規則的時候 你就不想把那群人找來一起做審議式的討論 大家討論出一個大家都可以合理接受的規則 那我們才去決定這個核電廠要怎麼蓋怎麼規範這樣 所以即使是跨國界的 只要你會影響到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跟他進行一個審議式的討論這樣 那我們當然就會問說 那到底要影響到什麼程度啊對不對 這個穆斯林可能會覺得你吃豬肉也是在冒犯他 那這樣算是影響嗎 那當然這個 這個本哈比他們這些審議民主的理論家 他們就會說要影響到 要這個影響的significance到一定的程度這樣 就是他還是有一個這個條件性的程度上的這個 要足夠的significant的影響這樣 那到底什麼叫做足夠significant的影響 那就不知道就要公開編論討論才會知道這樣 那因為我們當代的人權論述 他也被康德影響很深 那你看康德他會認為說你任何一個 他一定會認為說你任何一個國際法 任何一個跨國的制度 國際性的制度 全球性的制度 都不需要每一個人都能夠可以接受 每一個人都要能夠可以接受 那這個接受是 我們會認為說要經過一個合理的討論 理性的判斷的過程 每一個人都要可以接受 那是這樣子 那當然有一個Thomas Polk他就講說 這個我們對於遠距的很多難民 激民 這個很嚴重的這個飢荒 我們到底有沒有道德責任 那有些人可能會認為說 有些效益主義者可能認為說 我們要追求這個最大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 那全球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 我們就要去解救飢荒這樣 可是對Thomas Polk來說 這樣一種要求對人 他要求太高了 我們很難每一個人都 在生活上都要去追求 最大多數人最大快樂 可是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這些遠距的這些他者 他們的貧困 是一個全球的政治經濟制度造成的 然後我是這個全球政治經濟制度的一份子 也就是說我國家的很多經濟貿易政治的運作 事實上都靠了這個全球政治經濟制度 我才能夠正常的這個運轉 也就是說我一定程度上 依賴了這個政治經濟制度 讓我正常運轉 所以我也support了這個政治經濟制度 可是如果政治經濟制度 是反過來會去傷害那些貧窮的人的話 那事實上你 因為你支持了這個政治經濟制度 所以你就間接傷害了那個貧窮的人 那個貧窮他實上是不會認可 這個全球經濟制度的存在 他沒有辦法成為他可以理性合理接受的 那個universal law 你事實上就是在傷害他這樣 所以對POG來講說 如果你不想改變現在的全球政治經濟制度 比如說某種程度上的自由貿易 資本主義等等等等這樣 自由移動的這個財產人等等 如果你不想要去嚴重去改變他的話 但是你又發現這個資助 你如果持續的在傷害某些貧困國家的貧困的人的話 那你就要做補償 所以他主張針對這個全球的這個 所有這個富裕或者是這個中等富裕國家以上的這個國家 去課增這個某種稅 然後這個稅是可以拿來去補助那些貧困國家貧困的人這樣 因為大家參與這個政治經濟的過程當中或多或少 參與的這個經濟怎麼樣去傷害他 那他背後的一個主要的一個道德上的一個義務是說 POG說很簡單啊 我們都不覺得我們應該要傷害別人這樣 而且我們不覺得我們應該要沒有理由的傷害別人這樣 那如果我們的這個政治經濟制度沒有理由的傷害別人的話 那我們事實上就違反了這個康德式的這個原則對我們的要求這樣 就是說我們事實上政治經濟制度是不會被那些被傷害的這些貧困人 所合理能夠接受的 那我們就要重新去改革他 改革他的方式可能是那我們就要去 對全世界徵稅來去補助這些貧困的人這樣 這是某種人權入術應用康德這樣 那康德大概就是這樣 好 那沒有什麼問題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他在政治上法 這個是道德上而已 但是在政治上法律上 大家會試著把康德式的思考拿去這個應用在 那我們所有的政治經濟制度 我們的法律 如果適用在那個人身上會想到那個人 然後那個人是無法合理同意的話 那事實上我們就不需要去修改那個法律 或修改那個政治經濟制度 那因為他是無國界的 他是對每一個人只要你認為自己是人 你就不需要把另外一個人當作目的 所以你對他 如果你設定了某一個法律 你嚴重想到他的幸福 你參與的政治經濟制度會嚴重的傷害到他的話 那你就不會是把他當作目的 如果你不讓他能夠去參與 怎麼去制定這個政治經濟制度 或是這個法律的這個制定的話這樣 這個是康德式的這個當代的這個應用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這個馬克思部分 我們就草草略過 馬克思的部分因為 我們從政治理論的角度 比較無法捉摸馬克思 到底對我們的政治社會的世界提供了什麼 比較積極的主張 他通常提出的是批判 然後是說這個分析 可是他 他並沒有告訴我們說 那如果有一天 生產工具真的這個 這個歸租公有之後 那國家有一天消失之後 那到底我們要採用 什麼樣子理想的政治制度 他並沒有很明確的主張這樣 那所以我們不太能夠 從馬克思的這個論述裡面 得到對我們當代的這個 自由民主制度一個 很多的這個啟發這樣 所以政治裡面 不容易做到這件事情 他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要做到的話就會非常非常複雜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讀馬克思的話 通常我就會給大家看的是 他比較早年寫的東西 他比較早年寫的東西 他事實上也並沒有提出一個很明確的 對於我們這個政治法律的世界 要怎麼樣去改革的一個理想 他提出一些批判 是蠻值得我們去檢討的 那他的一個主要批判 這個出不來 他一個主要批判是說 我們當代的國家 我們當代的國家事實上是把這個 是把人切分成兩半 你一半屬於公 一半屬於私 私領域和公領域這樣 那私領域我們會認為是這個 私民社會 對不對 你在私民社會裡面呢 你要愛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那是你的這個 私人自由生活的這個領域這樣 那他包括這個 你要從事各種商業活動 你要找工作 然後自我實現等等 這是屬於私領域這樣 那公領域的話 就是這個法律 對不對 那法律的話 確實我們可能按照康德的建議 我們要找出的是一個 真正能夠普遍的法律 所以我們找出一整套法律 是說我們要保護個人的基本人權 各種權利 言論自由的權利啊 然後這個 人身自由的權利啊 然後財產權等等 我們制定了一套法律 是在公領域的 可是事實上 馬克思就說 是啊 你會看到人因此被切分成兩半 你一半呢 是公領域的人 一半是私領域的人 你公領域的 你進入公領域的時候 你要像康德一樣的思考 把每一個人當作目的 所以你所有的法律 都必須要是普遍 必須要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 可是你一旦進入私領域啊 你就忽然沒有進入康德式的思考 你生活中事實上 就是把別人當作工具 基本上這樣 因為私領域 事實上我們是肯定 每一個人是自利的動物 對不對 因為是當代 我們事實上認為私領域 主要是商業活動、經濟活動 那商業活動 我們會發現 我們所有大多數的分析 都是分析人 是一個自利的動物啊 那你是自利的動物的時候 你去找一份工作 然後在一份工作 努力努力的這個工作 然後爬升 然後等等等等 他還是在一個自利的一個基本上 前提上去做這些事情 對不對 頂多你會跟你的公司 是在一種互利的狀態 可是互利呢 是互相把對方當作工具 你並沒有真正把對方當作目的 你始終把對方當作工具 只是你們互相把對方當作工具而已 所以馬克思就認為說 康德啊 或者是這個 其實盧梭比較複雜 而且馬克思也從盧梭身上獲得很多 我們就是不講盧梭 我們就直接講到洛克 他認為洛克、康德他們講的那些 要普遍的那些法律 要保護那些權利 都只有在公領域裡面講 可是他們事實上那些權利上 反而釋放了你在私領域裡面 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私欲而行動這樣 那他在他的這個 猶太人問題裡面 他就說 這樣子的一種人在這個私領域裡面 他事實上是會高度的感覺到虛無 然後高度的沒有人生目標 所以這是導致這個私領域裡面 宗教永遠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一種力量 一個主要原因這樣 因為人被分成了兩半這樣 你一半是公領域的人 一半是私領域的人這樣 可是大家事領域裡面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獲得一個很好的一種 人做為一種 馬克思會說 他認為說 人事實上本質上 這是他早年的想法 他晚年比較複雜 他認為說 人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 這個社會性的動物 他們是不會 是不會 是不會 應該是說 他如果在沒有國界的時候 他如果在一個沒有生產工具 被私人擁有的時候 他在沒有現代這些把人區分成兩半的這些制度出現之前 人做為一種社會的動物 他事實上是會關心所有的人 他事實上會把所有的人都當作是目的 他認為人最原始有這種 人做為一種社會的動物的一種存在的形式 而且我們會想要去發展我們人所有的官能 比如說 人去發展音樂 發展藝術 或人去工作等等 都是你各種官能的發展 那人做一種這種 世上會關心所有的人類 會去把所有人類的目的當作目的 加一種社會性的動物 在當代這種主權國家出現之後 然後生產工具可以是私人擁有之後 然後人被分成公理領域和私人域的兩半的人之後 你這個社會動物 這個方面這個面向就被扭曲了 尤其是在你的私領域裡面 你被私領域的整個制度 私有產權制度 資本主義的制度 追求利潤的制度 完全扭曲成是一個 只追求自利的一個人 所以你事實上會高度的感覺到 你跟自己做一個社會動物是疏離的 然後你會覺得自己這個 生命是空洞的 是沒有意義的 那即使你到公理領域的世界裡面 然後去制定那種所謂的 康德式的普遍性的法律 你都還是會覺得空洞的 因為你事實上那些 康德的那些普遍性的法律 比如說給你財產權 然後去制定很多法律 這個保障你的自由權 可是最後你在你的私領域裡面 那些財產權自由權 都只是在輔助各種各樣的私人利益 目的的互相利用和執障 它並沒有真正去改造的 我們在這個私領域裡面 當生產工具被私有之後 人被這個制度去形塑成那種 非常指揮的追求自己的智力 和財富的累積的那種動物的那種形式 這種形式是不斷的被擴張 並沒有被康德式的那些法律所去改變 所以對於馬克思來說 你如果要真正去讓人能夠從這個私領域裡面 那種不斷追求智力 不斷追求財富累積的動物中解放出來 你是要重新改造整個國家 我們對國家的看法 我們對於生產工具應該給誰的看法 等等等等這樣 他的主張大概就是這樣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這樣 那也因此他認為說 為什麼現在的西方國家 還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為什麼美國這個號稱憲政革命之後 這個美國大革命之後 然後有一個最好的憲法 然後有一個好像很好的對人政治權利的保障 但是美國卻是一個宗教最盛行的國家 那就是因為美國 美國他就是一種公理和私領域 二分的這種人的這個狀態 那你在私領域裡面完全的不斷追求 各種利率和各種勢力之後 你當然會很想在私領域也有宗教這樣 那你不斷追求宗教 結果宗教之間互相的傾嘎對立 宗教之間互相的不寬容 也就沒有辦法被解決這樣 對他來講這樣 所以對他來講 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問題很可能是他認為說 你現在西方你在這個全世界在推動的這些制度 事實上是反而會促進了這個基督教 這個宗教性的這個成長這樣 那事實上 事實上中東世界有部分也是這樣 中東世界它的這個宗教性現在變得這麼的強烈啊 和資本主義在那裡的這個執長 在那裡的成為一個主要的經濟型態 是很有關係的 人事實上在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 不容易找到你生命的意義 那就會更回去強化你對基本教育的這個信仰這樣 對不對 那就會更導致各種宗教之間的這個紛爭難以解決這樣 所以他在這個論猶太人問題裡面 其實主要就是在講這樣子的一種這個 為什麼現在的民主革命之後的這些國家 為什麼他們的宗教性還這麼強 為什麼這個基督教國家 還是這麼強的一個基督教國家等等這樣 那就是這個公司被區分的這個結果這樣 那我們回去去問康德說 康德難道你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嗎 我不太知道康德會怎麼回答 因為康德他事實上希望他的道德律 是規範到你所有的生活裡面的 可能是道德律這樣 可是對於法律 康德認為法律只應該要去規範我們外在的這個行為 不應該規範我們的動機這樣 那這樣一種法律是不是一定會導致 人變成是一種公私兩分的一種動物 然後法律就一定不會去觀照到 我們在市領域裡面的動機 好像確實會有這樣一個傾向這樣 所以我也不知道康德要怎麼去真真回應 這個馬克思的這個挑戰這樣 十九世紀是一個天翻地覆的一個大變化 就是工業化從十九世紀初開始席捲了整個歐洲和全世界 然後民主革命也開始席捲了這個歐洲這樣 然後民主主義也開始席捲了整個歐洲這樣 那同時啊我們這學長要講的這個自由主義啊 他在十九世紀也開始形成一個非常這個 這個強而有力的一套政治意識形態這樣 那時候歐洲的很多政黨 或者是很多人的政治理念 或者是當然也有包括思想家的這個哲學理念 他們開始慢慢把自己歸類於所謂的自由主義的一個陣營這樣 就自由主義這個詞會開始在歷史上奠定這個 這個地基是十九世紀開始這樣 那主要的一個這個奠基者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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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一個思想家就是 John Stuart Mill 那往前推往前回溯的話 大家會說洛克也是一個這個自由主義思想的一個奠基者 然後霍布斯的某些部分 因為霍布斯後來推出絕對國家太可怕了 這不是自由主義者會接受的 那或不是非常強調個人自由 然後個人這個一定必須要透過個人的志願 才能夠把個人的權力讓渡出去 而且你是透過契約然後建立起國家 這個部分自由主義者是肯定的 那洛克當然是更被肯定 因為洛克有一個非常強的一個自然權力的主張這樣 那當你把人性的某些部分 比如說你的這個生命 你的這個人生自由 那你的言論 然後你的這個財產 你看人有很多部分 你不是只有這些部分 人有很多奇奇特的部分 你的親情啊 你有親情對不對 然後你有你的這個嗜好 你有你的這個工作 你有你的什麼什麼很多東西 可是自由主義它在洛克開始 特別把你的生命 你的人生自由 然後你的這個言論自由 你的這個財產 把它叫做權力 而且說是人自然就被賦予的這個權力 那把它叫做權力實際上就是 把它在人所有的特性特質裡面 拉到一個最高的位階 說任何人都不能夠任意侵犯這個領域 甚至強調說這個就是大自然 神賦予人必須要不能夠被欺負的這個領域 在洛克那個時代 那自然權力論加一個想法 事實上到了19世紀是慢慢沒落了 大家不再認為說這個權力是上帝就賦予的 或者是大自然就賦予你的 大家自然開始認為說這個權力是一個 人類社會演進的一個過程中 人類彼此互相互動 然後彼此在互動當中 互相承認對方的這個權力之中 過程當中建立起來的 他不是一個先天就賦予你的這樣 所以洛克的那個天賦 人權那個天賦 就慢慢慢慢被拿掉了 可是對於人的某些核心 這個區域的這個保障 還是被自由主義留下來 還是被自由主義留下來這樣 那James Mill他是一個英國人 那他出生的時候啊 他的老爸是James Mill 那老爸他是屬於英國的一個所謂的 進步改革圈的一個知識分子圈這樣 那他們那群進步分子 他們上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野心 要徹底的改革這個英國所有 所有從政治經濟文化到政治的所有的這個制度這樣 那他們有一個全盤的這個改革計畫 那他們的主要的這個領袖 事實上是邊慶 邊慶這樣 那邊慶他是一個這個 當代近代所謂功效主義的一個創機者 就認為說所有的法律和政策 他依照的一個主要原則 就是要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這樣 那我們功效主義也不是我們這個思想政治哲學上到的一個主要的這個目標 那所以我們就帶過就好這樣 那最大多數人最大快樂 在那個時候是他們這個英國的進步主義圈非常重要 重視的一個一個基本原則 他們認為這樣一個原則可以徹底的改革掉所有的傳統和習俗的一些陋習這樣 你所有的一些制度 你都不需要根據他能不能夠去幫助最大多數人獲得最大快樂 來去重新的分析和診斷這樣 那James Mill也是屬於這個權職的人 那他從小就想把他的兒子培養成一個天才 所以他大概從這個三歲就開始教John Snow Mill希臘文這樣 所以John Snow Mill他後來在他的自傳裡面說 他從小的這個生活就被他爸從小就嚴格訓練成是一個這個 希望他成為一個這個人文社會科學的天才 希望他趕快加入他們進步陣營裡面去推動政治改革這樣 所以他從小其實過得非常的辛苦 就是從小就要學希臘文、拉丁文 然後他大概十歲就可以用拉丁文寫散文了 是一個這個從小被他老爸壓榨壓迫的一個可憐的小孩子這樣 然後事實上他也導致了他在二十歲的時候啊 他就崩潰了 他在自傳裡面說 他老爸給他這些教育突然讓他完全這個受不了 他沒有辦法知道他自己想要什麼 他始終被老爸灌輸說你該學這個你該學那個這樣 他從小的教育都是被他老爸嚴格的訓練和控制和灌輸的一個過程這樣 那二十歲他就整個人就徹底崩潰了 他大概花了一兩年的時間到處旅遊 尤其是到大自然裡面去走走 然後他慢慢慢慢撕毀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後他就開始慢慢的對他這個進步圈產生 就提出了批判這樣 他覺得他老爸這個進步圈很有問題 那最大問題當然就是他覺得他們不夠重視人的自由 人的自發性、自主性這樣 他認為說你要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 那你到底知不知道這個快樂是怎麼樣能夠帶來快樂 是每一個人他的主觀的愉悅就是快樂嗎 邊青他沒有分得很清楚 他有時候說是主觀的愉悅 他有時候就說快樂有重要性之分這樣 可是沒有他就講得很明白 他就講說沒有 人真正的快樂來源是人的這個自我發展 是人作為一個會不斷的進步的一種動物 他在這個積極的使用自己的官能去做選擇的時候 他感覺到一個非常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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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這個 精神 精神非常飽滿 然後能量非常充足的一種人格裡面 他才會感受到快樂這樣 所以你如果按照最大度數的最大快樂去設計政治社會制度的話 你可能忽略了這個自由這件事情 因為你認為所有的制度都必須要去仔細的規劃之後 你沒有讓人去有很大的空間去任意嘗試自己想要嘗試的事情啊 或是嘗試的這個生活實驗啊 那你是讓反而壓抑人的快樂這樣 所以這個Mill他的一個主要思想 事實上 他並沒有完全否定邊境 因為他還是認為 追求最大度數的最大快樂這個大方向沒有太大的錯誤 可是到底快樂的組成是什麼 如果你不尊重人的個性的話呢 是沒有辦法快樂的 可是你如果尊重人的個性的話 你就會發現你要允許人啊 去嘗試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那這些可能性可能是 在你們這些進步主義者眼中是違反進步的 因為那時候邊境他規劃很多教育制度 政治制度 經濟制度 都是非常進步而且非常理想的 那對Mill我來說沒有太大錯誤 可是你始終忘記了這些制度 進步制度本身啊 他不一定能夠帶來人真正最大的快樂 人最大的快樂是那個自由 能夠發展自由個性這件事情這樣子 那Mill他的生命有一個歷程也很令人感傷 他在大概24歲的時候 他認識了一個女孩子 叫做Harry Taylor 那這個Harry Taylor 他事實上已經嫁人了 他是一個這個Mr. Taylor的這個老婆這樣 然後一看到Harry 就非常的這個喜歡他 而且Harry也非常的喜歡他 兩個就一見鍾情這樣 而且兩個在姿勢上非常非常的契合這樣 可是Mr. Taylor就是那個Taylor的老公 他卻是一個生意人 他其實不太知道這些 這個哲學思想的事情這樣子 可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時候是不允許離婚的這樣 這也是為什麼Mill這麼嚴重批判這個 講這種背叛原因之一這樣 所以Taylor也覺得他沒有辦法背叛他的老公 所以而且他就還有老公 就生下了一個女兒這樣 但是後來事實上Mill就一直都是單身 一直等到這個Mr. Taylor死掉之後 然後還娶了這個Mr. Taylor 就是這個Harry他們才結婚 一直等到他老公死掉這樣子 然後他們結婚之後 其實大概七八年沒多久 他老婆就是這個Harry他就去世了這樣 那他的晚年事實上是跟這個Taylor 就是Harry的這個前夫生下的 和他的前夫生下的那個女兒 一起這個就是照顧他陪伴他這樣 等於是他的這個養女這樣 那對Mill來講 他覺得他那個時候的英國 就如我們在文本上讀到的 他有非常非常嚴格的批判 他說那時候的英國人 就是活在一個公共意見的統治底下 對不對 那你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覺得你跟這個傳統習俗 公共意見有什麼衝突 讓你覺得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他說那時候英國人回答他說 沒有啊 公共意見和傳統習俗就是好的啊 他們所有的意見想法欲望等等 已經完全服從於那些公共意見和那些習俗 他根本沒有一些自己個人這個獨特的這個想法 這樣子 那他覺得這樣子的一種這個英國的狀況 甚至整個歐洲的狀況是一個吊詭 就是說英國或是歐洲看起來好像在啟蒙之後 大家已經慢慢掌握到進步了一些關鍵 所以在很多制度啊 政治經濟社會教育 各方面的制度都有很大的這個進步這樣 可是這些制度上的進步啊 反而讓人變得越來越相似 因為如果這個教育制度就是好的 那大家都去了 所以大家學到一樣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政治上要求每一個人平等 所以貴族不見了 每個人都變成平等政治權利的人 等等等等等等 你在每一個領域事實上因為進步 大家反而變得更相似 那大家反而更像這樣 事實上對於差異 對於不同 對於特異獨行就更不能無法忍受這樣 所以進步的社會反而去壓抑了 或是熄滅了那個自由的這個精神這樣 當然是一件非常非常調詭的一件事情這樣 那這件事情就體現在他老爸那些進步圈的 這個想像裡面這樣 就你們只在想進步 可是你們卻沒有注意到 事實上自由才是真正這個進步的這個根源 也是人真正快樂的這個根源這樣 他的一個基本的主要的這個人生的一個這個歷程大概是這樣 那他後來他實際上有參與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老爸是這個這個 這個英國在印度的這個東印度的這個公司的這個 這個所要的這個examine 我不知道怎麼翻這樣 所以他後來也記得他老爸去這個東印度公司去 其實就是在管理殖民地 所以他事實上對殖民地有非常多的看法這樣 所以他事實上也有對於這些 帝國主義的一些思想的這些主張 那這個是他會被後來分析 為什麼他的自由主義會變成是哪一種 帝國主義的思想的一個連結這樣 那這我們沒有辦法多講 那他後來離開他的這個東印度公司的職務之後 他就回到英國去之後 他就選了這個國會議員 然後大概當了三四年的國會議員之後 然後第二次後來他就沒有選上了這樣 那他當國會議員的期間 他事實上推動了這個女性的這個投票權 普選權這樣 但是事實上後來沒有成功這樣 如果他推動成功的話 事實上就是先進了人類大概五六十年的時間這樣 因為他推動的時間大概是1850年 但是真正女性開始有普選權 大概到了這個二十世紀的時候才會有普選權這樣 那他那個時候事實上就有非常多的這個 進步了這個想法這樣 好 那在講教書名有之前 深入講之前 我們要給大家看一下什麼叫做自由主義 那自由主義他是一個這個 從十九世紀開始 他是一個在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政黨不同的思想家 不同的這個寫作的人 他們都會去想要去使用的一個詞彙 所以導致他事實上有非常不同分歧 不同層次的意識這樣 那就會讓我們很困擾 那到底什麼是自由主義 那我們大概可以把自由主義分成這個五個 我把它叫我們這個Follow一個 這個當代一個很不錯的一個介紹人 我們把它叫做五個 五個 layer 五個層 五個層這樣 那這五個層大概就是這五個層 可是這五個層的這個 對於這個自由的主張 他們事實上彼此之間 有時候是互相衝突的 當你把市場經濟強調到非常大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壓縮掉其他對自由的主張 那當你把這個社會權力強調到極致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認為市場經濟是很有問題的這樣 那強調市場經濟的時候 你可能完全不認為發展個人的這個個體性的這個自由發展是重要的 那談到這個多元主義的時候 到了當代 多元主義會看到這個很多特殊群體 他們想要擁有自己的這個特殊的這個生活方式的權利的問題 那這些所謂的集體權 也會跟傳統自由主義主張這個個人自由可能會產生衝突這樣 所以當自由主義到了這個強調這個差異性或多元主義階段的時候 他也會跟自己本身原來主張的這個個人自由的這個核心產生衝突 所以這五個層次啊 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政黨不同的思想家不同的這個推動者 他們可能都用自由主義這個詞彙 然後可能會去融合了不同的層次成為他們的這個主張這樣 所以這五個東西啊 他們這個在不同的人手上就會做不同種的組合 那有人強調這個有人強調那個 那有些被犧牲 有些被放大 他是不疑病的這樣 但我們可以大概看到講自由主義的人或多或少 可能都會夾帶了其中幾個理念這樣 那第一個理念是最早出現的 就是我們所擁有的這個市民權 那Civil Rights 我們把他強調成市民是跟這個政治權利相對照 他並不是指我們政治參與的這個權利 他是指說 他其實就是 他其實主要就是指設這個洛克獎的那些權利 就是說 而且這個權利他主要主張的是說 每個人有一塊領域 這塊領域是被保護的 別人不能夠來侵犯你 政府也不能夠來侵犯你 在這塊領域裡面啊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我們不管你 你可以按照你的意志做任何的這個事情 我們保護你有這塊領域 對不對 那這塊領域事實上我們就是由幾個基本權組成 包括言論自由 對不對 包括人生自由 包括財產權 包括神秘權這樣 那還有包括居住與遷徙的權利 這些權利上就構築了一個人 他有一個護身的一道保護圈在他的身邊 一圈這樣 旁人不能來侵犯你 政府也不能夠來侵犯你這樣 對 那這道圈呢 我們就可以去用來限制政府 對不對 若克就說 人有這些基本資產權利 政府不能夠侵犯這樣 我們可以用來限制政府 因此我們可能就發揮著很多政治制度 來去要求政府 因為我們必須要尊重人的這個基本的這個權利這樣 那當然法治如果佛羅或是憲法 也是在保障這個這塊區域這樣 那我們事實上就把這塊區域叫做civil rights 對不對 那一般來說自由主義一定會 大多數人都會主張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大概是大家覺得最核心的一個這個自由主義 會主張的自由 我有一個區塊不能夠被大家所這個干涉這樣 可是你不要管我在裡面做什麼事情 人家是不能夠干涉我這樣 那第二種自由主義 一些自由主義者會主張的是這個市場經濟 他們會說 我並不是要主張你 有一塊區域不被人家侵犯的 我現在反而是要去主張說 人與人之間啊 我們並不是這個 互相不侵犯這個有權利的人啊 我們市場是一群啊 我們會互相經濟往來的一群人 我們在經濟上會做各種的交易 我們會定契約 對不對 我們會這個 會一起想要去做一個這個商業的這個活動 那當我們做這些一起集體的商業活動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幫我們清除這些商業活動的那些障礙 比如說關稅壁壘啊 對不對 比如說一些傳統習俗啊等等 我們希望這種幫我們清除這些障礙 讓我們這些經濟活動 可以完全按照我們私人定地的契約而行動 那我們這群人呢 就可以集體的去做一些事情 如果這個領域是說 你不能夠侵犯我家的草原的話 那這一塊的自由就是說 我們要集體一起去做某些事情 那集體的方法就是透過這個經濟的交換 經濟的這個合作 定義契約等等這樣子 那第二組的這個 自由主義的主張的這個人 是這樣子的一種人 然後政府要去除的是這個商業活動的障礙 可是這樣的一種人啊 他們事實上多半預設了某種人性啊 這個人性是後來的其他的自由主義者 會去覺得困擾的 他們會覺得 阻擋市場經濟的這些自由主義者 他們通常把人視為是一種競爭性的動物 而且這種競爭性的動物 他們事實上是潛在具有侵略性的 而且他們會不斷無法獲得滿足的 所以他們要不斷的透過經濟上的這個活動 和互助來去擴張他們原本沒有的 擴張他們沒有的那些這個領域這樣 這個是這個市場經濟 可是人家有非常多的自由主義 認為市場經濟是自由的這個核心這樣 那我們再看第三種 第三種的自由主義的這個主張 就是John Stumel他主張的 John Stumel認為說 原本在第一種的這種情況下 每個人只是一個被保護的 這個圈子裡面的人對不對 和John Stumel不只是這樣 他認為說你被保護這道圈是重要的 可是我還在意你在這道圈子裡面做什麼事情 我也在意你對這道圈子外面的人做什麼事情 你在這個圈子 比如說我已經保護了你所有的基本圈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成為一個沙發上的馬鈴薯整天在看電視啊 對不對 你可以整天在玩game啊 然後完全的不想去做任何人生的這個選擇啊 第一個 第一種自由是允許你這樣做的 他不想要去干涉你在你的私人裡面做任何的事情 可是John Stumel你有不是喔 你看他對自由的所有論證喔 為什麼他要給你這道圈的目的 他是要讓你在這個圈子裡面可以去積極的做選擇 然後在選擇當中積極的發展自己的個體性 那你在發展積極的個體性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一種非常高的內在快樂 那你會感受到一種生命最高的一種滿足等等等等這樣 然後你會讓你屬於人的各種capacity真正獲得發展 所以他是把人視為一種這個把人能夠不斷的發展自己 視為是作為人的基本核心 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是一個很善於聯考的人 那你會說我還是積極的在使用我的理智啊 理性啊 我積極的學數學學國語 然後積極的把考試考到最完美這樣 所以我還是有在發展我的官能啊 教師都沒有覺得說那些官能 不是屬於人真正最有價值的官能 人真正最有價值的官能是你在做選擇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運用你的所有那些官能 這才是人真正最有價值的官能這樣 所以唯有讓一個人能夠自己去做選擇 而且你做選擇的時候是讓你自己的這個character 讓你自己的個性成為你這個行為的主要的這個原則的時候 你才會真正使用你所有屬於人真正的官能 那人真正的發展才會真正的這個實現出來這樣 所以Mill他在整個自由主義裡面最大的一個突破是說 我們不是要消極的保障你不被侵犯而已 我們事實上是要積極的希望你 鼓勵你可以去積極的做選擇發展自己的個體性 然後他的更底層是希望人類所有的能力都能夠獲得充分的發展 那這是一種對人美麗的想像 就是說人不是機械人 人不是copy其他事情的一種存在 人事實上是一種活生生的有機體 而且整個人類的這個存在是這樣 就是大概就像一顆樹一樣 這個樹有內在的一個drive 然後讓你的數字朝各種不同的方向發展這樣 那我們希望人類能夠朝他所有可能方向的發展做最多的發展這樣 他對人的想法大概就是這樣這樣 那你只有讓每一個人都做自主的選擇 才可以讓所有人類的所有的秉賦 都可以在各個方向上做得最多最大的發展這樣 那個人成為音樂家 這個人成為一個樂高的這個超級高手家 然後那個人可能成為一個電競的超級高手家 大家要按照自己的這個秉賦 發展到一個最高最完美的境界 那整個全人類的景象就會變得非常的高貴的美麗這樣 所以他也是一個對人的這個潛能的這個 這個發展的這個非常高度的肯定和這個主張這樣 這個是自由主義的第三種 那自由主義的第四種主張是 那這種主張通常跟第三種是相連的 對Jones Romero那個時候他並沒有想到說 對我的發展的阻礙會是哪 會是Social rights的主張者想到的 那對Jones Romero來講 我為了要讓你的個性能夠充分發展 我事實上要讓這個法律或是外在的物理力量 或者是公共意見不能夠任意的干預你 他已經加入公共意見已經算是很進步了 他認為公共意見對人的干預是一個這個 對人自由的這個傷害這樣 不過他想到了對人的干預還是屬於法律物理的干預 還有這個公共意見的這個干預這樣 會去阻礙你的這個自由 可是對於強調Social rights就是講說 不只你如果很貧困啊 你根本就不可能去追求個性的這個自我發展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一個有意義的工作啊 你整天在做很無聊的工作 而且被迫去做啊 你也不可能去發展你的這個個性 對不對 那你如果沒有受過基本的這個教育啊 你也不可能有人力去包含自己的個性 等等 所以他會想到 人應該要擁有一些基本的社會權利 你才有可能去追求你的這個 個人的這個充分的這個自由發展這樣 不只是我們要保護你不被法律物理 或者是公共意見的干涉而已 我們還要積極的讓你擁有 比如說這個全民健保 讓你這個 政府要照顧到每一個人都必須要有一個這個 有意義的工作 有一定基本的這個收入 你才有可能讓人真正去反省自己的個性 所以這個當然在當代 他事實上就是一個這個福利國家的一個 主要的思想的這個來源這樣 對不對 那自由主義的第五種主張啊 這五種主張是對多元性 或者是差異性的這個肯定這樣 那多元性對差異性的這個肯定啊 這個John Stolmeier的論述裡面有 但是你可以發現 John Stolmeier的論述裡面有一些曖昧性 那這曖昧性我們等一下還會再提到 不過他大概就是說 最早期當然就是對於宗教啊對不對 宗教衝突 國家要保持中立對不對 這是從 從霍布斯洛克以來一直都關心的 自由主義的一個命題這樣 你要怎麼讓 國家在宗教衝突中保持中立 那還有就是說 對John Stolmeier來說 他對於多元主義有一個論證是 這個言論的多元 言論的差異 或是這個 個體性的不斷的做生活實驗啊 他是幫助我們真正能夠去 發現真理啊 發現進步的practice的一個主要的這個 必要的這個方法這樣 如果沒有讓差異性充分發展出來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發現真理 我們沒有發現這個真正好的這個 生活上的這個practice 那這是對差異性的幾種思考 那當代對差異性的思考上更進一步了 那他對差異性的思考是認為說 有些人啊 他有不同的這個族群背景 有不同的這個 他可能是不同的移民 對不對 那他當然也可能是不同的這個 種族 那他也可能有不同的性傾向 那他可能來自於不同的文化社群 宗教社群 當代發現呢 差異它往往體現在不同的group 你是一個某某某某族群的群組 你是一個某個種族的群組 你是某個族群的群組 你是某個移民的群組 你是某個性傾向的群組 還有很多 還有包括年紀 甚至還有包括生理的健康 病患也是一種群組 這個精神上或身體上有被挑戰的一些人 那你的文化很主義的這種group 那當代會去問說 如果我們社會的主流文化或主流制度 對這些 他們很多時候 他們是一個少數的group 因為多數的group通常是隱形的 多數的group不會特別identify 你是屬於什麼種族 你是屬於什麼樣子的性傾向 你是屬於什麼樣子的疾病 或什麼樣子的年紀 多數通常是隱形的 少數通常會特別挑選出來 會特別去identify出來 那當代會去反省說 我們當代的主要的社會制度文化制度 事實上對他們是有歧視的 而且這個歧視會帶他們造成傷害 這才會讓他們無法去追求 他們的個體性的自由發展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樣讓這個社會的歧視 能夠被矯正過來 那有時候是要積極的做法 對不對 像這個原住民他考試 會被這個 會被有某種差異對待 會被認為是一個矯正過去歧視的 一個公正的做法 如此你才能夠讓他們 不再持續的被社會歧視 才能夠有機會 能夠去公平的 或者自由發展的這個機會 等等等等這樣 或者是在gender上的議題也是一樣這樣 你會認為說 因為性別的不同 所以很複雜 有時候我們要公平對待 有時候我們要差異對待 比如說我們給婦女保障名額 但我們目的 事實上是在矯正過去的這個社會歧視 我們目的也可能是在肯定 確實有某些差異是值得去尊重的 比如說我們會有一個孕婦的這個特別的車廂 或是特別的這個育嬰的這個措施等等這樣 那或者是這個等等 那我們會 其實他目的都在背後 在克服那個discrimination 以讓每個人都有自由的機會去做這個 充分的這個個理性的這個發展這樣 所以當代對於這個diversity 或是proly的差異 要進一步到這裡這樣 那都是屬於自由主義者們會去想的事情這樣 那我們對於這個John Stuart Mill的討論 主要是他是這個東西的奠基者 然後影響力非常非常的大這樣 大多數人事實上都被他說服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John Stuart Mill的這個 基本的主張 首先他的這個個體性的這個原則 我們在這一張大家念的這一張之前 他討論的是言論自由 那他說言論自由事實上是對我們言論的這個 範圍的一個討論 那個體性的這個件事情 是對我們行動的範圍的這個討論 你可以自由講任何話 可是你能不能按照你講的那些話去行動呢 那我們對於言論自由的這些政程 能不能夠應用在行動自由上面呢 他基本上認為是可以的 但是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都有一些 要被去這個限制的地方 但是限制的方面會有點不一樣這樣 因為行動你很容易真的去傷害別人 可是言論傷害別人的機會 只有在特定的場合 所以John Stuart Mill 他對於言論自由的這個管理 他大概特別會管理說 你不能夠在一群群聚的抗議的人民當中 然後去說一些煽動他們的謊話 這樣他們可能就會做出很危險的事情 這種言論可能就要被控管的 就在一些很清楚 而且又迫切的危機的情況之下 某些言論是要被控管的 那除此之外 言論事實上不會造成什麼很明確的傷害 我們事實上就盡量不要去控管言論這樣 可是在他的Individuality是說 那你的行動呢 當你的行動什麼範圍內 我們會覺得是正當的 什麼範圍之外 我們會覺得是不正當的呢 他事實上加了一個很有名的這個原則 我們來看他的這個 對於這個Individuality的這個討論 什麼叫做他的個體性原則 什麼叫做他的個體性原則 我們可以這個 OK 好 第一個原則就是說 你的Character 要去成為你行動 你行為的準則 Your character 那當然是versus這個傳統啊 或者是這個public opinion啊 最有趣的地方是 他是你的Character 要作為你行為的這個準則 他並不是說你的理性喔 如果你的理性要成為你的行為準則 我們大概可以很簡單理解 那就是一定要我可以理解的事情嘛 我贊成的事情我才去做 那是理性做你的行為準則 對不對 但是就是說沒有不只是這樣 他要你的Character 做你的行為的準則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怎麼去Define Character 他說Character就是你的Impulse 和你的這個 什麼 Desires 其實就是你的衝動 和你的慾望 是Desires嗎 有沒有要糾正 還是Feelings 可能是Feelings Impulse和Feelings 要做你行為的準則 就是說當你要去做某件事情的時候 理性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判斷之一 可是真正要去做你行為的準則 那個是你的Feelings和你的Impulse 你真正最強的感覺是你要做什麼 你真正最強的這個Impulse 是你要做什麼 你那個衝動要你做什麼 你去做那件事情 你要去問的是你的Impulse和你的Feelings 那才是你真正的Character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件事情對不對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說 你要去Make Active Choices 就是說你不能夠不做選擇 你如果不做選擇的話 那你是沒有辦法去按照個體性這樣子的這個 Principal Engineering 這是原則行動的 你今天如果遇到各種樣的情境 你就是不想做選擇 你就會說好懶喔 我不想去做選擇 我不想去做選擇 那我就這樣子按照原樣好了 你不認真去思考 你也不做選擇啊 那你就不是在發展你的個體性喔 你的個體性是要你積極的去Making Choice 那當然Making Choice的一個主要的思考的一個 你的判斷來源是你的Character 對不對 可是你在Making Choice的時候啊 如果是會說你會在幹嘛 你就要去蒐集資訊 你就要去認真的感受到 你到底感受到了什麼 你就要去問你內心中真正的慾望是什麼 你就要去認真的思考 你蒐集到的資訊是不是真是假 去判斷做比較做評估 對不對 然後你要去觀察別人了解別人 然後判斷你要怎麼行動 然後評估行動的後果 而且你執行之後啊 你要不斷地反覆檢驗這個執行的成果 是不是好的 而且啊你要去有強大的意志力 去持續的這個行動 你要做積極的這樣子一個行動和選擇 你才叫做發展你自己的個體性 那當然你這個背後的這個Character 是你最重要的落空 這件事情我們不會去忘記 好還有第三 那你在做這件事情的 經濟的做選擇的時候 當然你的目的是要去行動對不對 沒有會說你的行動啊 如果是一個生活實驗的話啊 他是非常鼓勵的 對他來說他那個時候的英國社會啊 幾乎所有人都只按照公共意見和傳統規則在行事 沒有任何人敢做特立獨行的人 所以你如果光是做特立獨行的事情 如果那個密友就會拍拍手說 你已經對社會有貢獻了 因為你讓大家去反省一下自己的這個傳統的行為 是不是一個有道理的這個行為這樣 你至少做了一個貢獻了 可是當然 密友他並不是在鼓勵特意獨行本身 或是鼓勵你說你就是要做跟別人不一樣而已 他要你做的事情是你要去檢驗你的character 你要非常積極的去做選擇 選擇包括我剛才說的那所有的這整個過程 那你做選擇的時候你突然行動的時候啊 他會鼓勵你說你去做一個生活上的這個實驗 是一個蠻好的一件事情這樣 好 第四 第四是OK 你在這整個過程當中啊 你不能夠去造成他人這個傷害 這是唯一對你的這個限制 你不能對他人造成傷害 只要沒有對他人造成傷害 你就可以去做喔 你看喔 他會怎麼去想 你看你的生活行為 你平常的生活行為裡面啊 然後 有一個範疇是完全只跟你自己有關的 有一個範疇是跟他人有關的 對不對 那跟他人有關裡面有一塊啊 叫做你對他人造成傷害 你做了非常多行為會跟他人有關 對不對 而且你可能去offense 就是去得罪了他人 對不對 你可能對他人造成不便 可是造成得罪和不便啊 都不叫做真正造成傷害 真正造成傷害 那你問你說 到底多critical就是critical啊 不知道 這是一個大部分的這件事情 這樣 你要對他人造成critical的這個傷害 才叫做傷害這樣 你其他的offense inconvenience 都不叫做傷害這樣 那你有一些行為是 只跟自己有關的這樣 那我問你 騎車戴不戴安全帽 是屬於哪一個範疇 是這個還是這個還是這個 是這個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戴安全帽 會造成他人的嚴重的傷害 為什麼 你說萬一什麼 萬一你出了車禍 被撞死人 撞死人 撞死人會自責 喔 你撞死的千萬會自責 可是那是其他人不是你啊 現在是你自己不戴安全帽這件事情 但萬一如果死掉他人自責 你如果死掉他人自責 那個一定不叫做harm的啦 那個造成別人內疚應該是屬於這個 如果一個撞死人 撞死人他要賠得 給長生家 應該就是他 喔 因為他如果撞你 因為他有關係的撞傷 他可能就其實就是 如果撞死人 他可能就會要被撞死人 他要賠你很多這樣 對啊 可能他只要去住這樣 其實撞到變植物人 比撞死人要負責 所以你要 你變成植物人 變成會更慘這樣 對 所以那個是屬於 所以有時候就是那個卡車司機 通常就是 把人家撞到一半之後 還是會 倒車把人家再撞死 這樣他就 花了 賠的錢就賠少了 喔 那好久都用實傳輸 不知道是真的 OK 好吧 對 好 我們進入這個討論模式是正確的 就是說 你要把某一個行動 劃入哪一個領域 事實上都是還蠻有爭議的 所以 所以沒有他的這個 很有名的這個 不造成傷害原則啊 事實上並不那麼容易操作 他事實上需要很多的討論和累積之中 我們才有 慢慢可以有社會公式出現這樣 不但安全貓 通常被很多人提起來的一個 會造成他的傷害是說你的家人啊 你會造成你的家人的傷害這樣 如果你受傷的話 可是這個真的是 一個我們要做的這個連結 那很多很多行為都是屬於 可能會造成家人的傷害 對不對 那 那你真的要把它放在這裡嗎 還是放在這裡呢 就是說你如果不帶安全貓 然後可能容易車禍 出一點事情 那對你的責任是造成convenience啊 真的要把它歸類於造成傷害嗎 因為你如果把它歸類於這裡的話 代表說政府 沒有就允許政府來去管理 因為你是會造成他們的傷害 所以政府才能夠管理這樣 所以安全貓的邊緣最有名的就是說 我如果不戴安全帽 我不會造成那個人的傷害啊 那我如果do no harm to others 那我應該要能夠完全按照我自己 我就喜歡瘋的感覺啊 那是我的character啊 對不對 那我應該要真正發展我的個性啊 還有我的生活實驗啊 對不對 我身邊戴一個很奇怪的帽子 事實上沒有是鼓勵這些行為的這樣 對不對 那你要把do no harm這個原則擴張到 戴帽子不行的話 他會是一個 對John Stoomine來講 他會是一個 他確實是一個 對個體性的一個壓縮 但他如果真的能夠避免傷害他的人的話 是可以被接受的 對那你真的要把他放在他會造成他人的傷害嗎 這是一個這個可以討論的這樣 那你如果 你如果在這個領域裡面 你沒有造成他人的傷害的話 那這個社會啊 不能啊 他用法律的方式 或者是物理的方式 或者是Public Opinion的方式干預你 Public Opinion也不行喔 你如果沒有造成他人的傷害的話 你任何這個行為啊 這社會啊 你看這個社會 我們為什麼用社會不用政府 是因為我們把Public Opinion也算進去 就連公共意見都不能夠道德譴責你 公共意見都不能夠道德譴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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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像對這個同志婚姻還能夠道德譴責你 他就是一種Public Opinion 對你這個譴責這樣 所以對沒有來說不行 只要我沒有對別人的傷害的話 你也不能夠用公共意見來去干預我 可是如果連公共意見都不行的話 要怎麼達成Live Experience 這個經驗你又能傳遞給你 這個干預是說對你的某種懲罰 他特別指的是某種的Moral的 而且是系統的懲罰 沒有沒有我例子說別人不能干預你 不是說他不能夠去啟發別人啊 對不對 今天我如果沒有傷害到他人的話 我沒有傷害到他人 我自己做的所有行為 這一塊喔 也包括這一塊喔 我可能做很多事情變得很不爽 但是沒有傷害到你啊 你不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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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一塊領域裡面啊 只要我不傷害到其他人啊 政府社會都不能夠干涉你 政府不能用法律 不能夠用物理的方式 然後社會不能用公共意見的方式去干預 那所謂的公共意見是指說 社會不能用道德的系統的一個意見 比如說爬山倒海的這個 這個道德上的批判 來去批判你 沒有認為這個也是對我的這個 個體性的一個干預這樣 那個體性的原則第六個是說 這個是沒有講的 他說你要給大家不熟悉的行為啊 一個最寬廣的領域 最自由喔 最大的這個領域喔 free scout possible 大家可以去看我給你們這些文字 to 這個不好意思 uncustomary的事情這樣 對大家不熟悉的事情啊 你要給一個最寬廣的自由的這個範疇這樣 好 這大概是他的這個個體性原則的一個主要這個組成這樣 你個人行為的主要行為原則是你的character 你的這個欲望和你的這個 你的impulse和你的這個feeling 好 然後你要積極的做choices 只有你做choices的時候 你才是 再去develop你的這個個體性 大家要一直知道 米爾他給人自由並不是讓每個人任意的隨便的做任何怪咖 不是 他事實上是要讓每一個人啊 去發展到他能夠發展到的一個最好的一個極限 所以他是希望你的心理的 你的道德的 你的美學的所有能力啊 都能夠發展到一個最高的這個極制 他的目的是要你發展 他的目的不是要你做一個怪咖而已這樣 可是你發展的時候啊 你很可能跟別人不一樣 這個時候社會要融入你這個怪咖 如果你跟這個社會不一樣的話這樣 而重點是那個發展這件事情這樣 因為沒有一個人是一樣對米爾來講 所以你努力發展你自己的個性的時候啊 你努力發展你各方面這個能力的時候啊 你很可能跟別人不一樣 然後這個時候要融虛擬跟別人不一樣這樣 所以他就是要積極的做選擇 這是非常非常核心的 因為目的是成長 而且只有你在積極做選擇的時候 你才會成長 然後你這個行動的時候啊 你要能夠有自覺說 你要再做的是一種生命實驗這樣 你要act 你不只是做選擇 你還要去act 你還要去執行那個選擇這樣 然後那個基本上的一個界線就是說 你只要不去傷害他人 你就可以完全按照這方面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然後你只要不要去傷害他人 社會就不能夠採取法律的或是物理的 或是公共意見的方式來干預你 然後這個社會要允許我們這個社會領域裡面的所有的事物 要有最大的範疇去容許所有我們覺得陌生的事情這樣 所以Johnson Meo他大概會很鼓勵我們這個社會的安排 能夠去鼓勵越多元越差異的東西出現越好 我們社會不應該有一些公共政治社會經濟制度是讓這個差異性變少的 而是越多越好 大家還是要小心 他不是要多本身 他要的意思是說 你要積極的發展你自己 然後人這種動物啊 只要每個人都積極的發展他自己啊 他就會出現一種非常繽紛燦爛的一棵樹的樣子 朝各種不同的方向去開花去結果 然後結不同種的果結不同種的花這樣 可是要積極的去聽你生命中的那個內在的這個趨力 然後去不斷的去提升自己去發展自己 然後那個發展那個提升就是透過你要積極的做選擇這件事情這樣 那第一種選擇就是說你要去積極的蒐集資訊 積極的聽自己心中真正的feeling真正的impulse 然後去做非常積極的理性的判斷分析評估 然後去做一個行動上的選擇 行動之後要不斷的反省 而且行動之後還要能夠持續的有意志力的去執行那個行動 你要能夠積極的行動和做選擇 而且因為是聽你自己內心中最深的那個feeling和這個feeling drive impulse 所以你就會把你能夠發展的那個屬於你的心理的美學的道德的能力發展到極致這樣 然後很可能是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他要的是這個東西這樣 所以差異本身是不是好的 他可能會說充分發展努力之後呈現出來的差異是最美麗的 這是我們看到最珍貴美麗的一種人的樣態這樣 所以我們這個 大家可以去找說他在他的這個論述裡面 他到底給了多少理由說這樣做是好的 我們這樣做我們列出的六個只是屬於他的這個個體性的基本原則對不對 你要按照什麼樣的原則行動 別人按照什麼樣的方式跟你互動 這個時候要按照什麼樣的原則來去安排對不對 我們還沒有講理由是什麼 為什麼這種書面有說我們要按照這樣子的一個原則來去安排個人的行動 還有社會的這個法律等等 那個理由大概給了八個 大家可以回去看看這個跟你們找到的有沒有類似 第一個理由就是說 我們要發展的是屬於人 特別屬於人的那個能力 我們會覺得人特別值得去發展的那些能力 然後那些能力只有在積極選擇中 才會去運用到那些官能 這我剛才講到的 你在所有的在分析、檢斷、診斷、選擇 整整整整套過程當中 蒐集資訊然後去傾聽自己 整套過程當中 你會把你所有的屬於人真正最珍貴的官能發展到極致 他要的就是這個去發展 去行使你這些官能的這些過程和這些結果 特別是屬於人的這個官能和能力這樣 那你如果是完全這個只是考試啊 你是發展不到那些特別屬於人的這些官能和能力的 雖然你可能IQ很高 你可能去考數學都很高分 可是你還是不是屬於 你有特別稱讚那種屬於人的這個能力 然後第二個理由是 你這個人的個性會變得非常的有能量 非常的有活力 那他認為說事實上那時候整個英國社會都死氣沉沉 因為大家都一模一樣 大家只服從傳統這樣 那有活力的人是什麼樣子 他說 有活力的人是說你的impulse和你的feeling都非常的強 有些人已經沒有自己的感覺 有些人沒有自己的衝動了 可是如果你按照這個方式行為的話 你的所有的feeling和impulse都會非常的蓬勃 有朝氣有活力 而且你對virtue的熱愛會更強烈 然後你對自我的理性的控制會更強烈 所以康德想要你的理性能夠對自己能夠完全的掌握 對沒有來說你必須要經過這個的發展 你的理性那個強烈的掌握能力才會更強烈 然後這個你的意志對你自己的控制也會更強烈這樣 就是你所有你的生命中所有的重要的官能 還有包括你的這個情感這個等等都會變得更強烈更巨大這樣 那江人不是一個更好的人嗎 對面我來講這樣 你對德性是真正有樂切的熱愛 然後對這個自我控制真正有強烈的這個控制的這個能力這樣 所以它是衝突的 你極度的理性 但是你又極度的奔放 不是那個難以控制自己的情感 因為你實在是太激烈的去傾聽它行使它 可是你也非常有非常強烈的激烈的這個理性去控制自己這樣 這個當代對於很多所謂創造性的這個心理學實驗 事實上都發現是這樣 一個真正有創造力的人是有完全相反的這個方向 它既完全的不受控制 充滿了蓬勃的活力 它又充滿了這個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去Discipline那個超強的這個意志這樣 這就是這個沒有想要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覺得你的生命的這個存在感更強烈 你會覺得對自己更有價值這樣 對不對 然後第三個理由是Happiness 沒有它有一個跟蘇格拉底類似的想法 就是說啊 這個快樂的株不是真正的快樂的 痛苦的蘇格拉底才是真正的快樂的 那痛苦的株才是真正的快樂的 所以想說的品質是最高的 所以這個被動的看一部電影和比如說 積極的去做一個旅遊的這個規劃 那旅遊規劃本身要使用非常多的做選擇的這個官人 那你知道感受的快樂是更高的 大家可以這樣去想 然後第四個理由是說 它認為說如果你可以按照這個方法來行動的話 你尊重不去傷害別人的話 事實上你自己的道德能力也會被發展 你會開始把別人的生活目標 當作你自己的生活目標 因為你覺得這是一件公正的一件事情這樣 所以這個尊重個體性原則 這件事情本身啊 因為有一個不去傷害他人 而且這個對社會有一個這個 傷害他人會造成別人個人性無法發展 這樣子一個真正的看法 所以他這個方法的行動 反而他自己的這個社會道德能力 是會被充分發展的 他會去尊重別人的個體性 因為他覺得這是一件公正的事情 要讓每一個人的快樂 可以真正的處於他自己等等這樣 所以道德發展也會提升這樣 還有第五個理由就是 這是一個比較美學的理由 就是說 我剛才講就是說 人啊 人為什麼是一個高貴美麗的動物 那是因為啊 他就像一棵活生生的樹一樣 他可以不斷的往不同的方向 做全面的這個發展這樣 這時候你就會覺得 人是高貴美麗的動物 那這時候會讓個人更感覺到 他跟人類整個species 有強烈的這個連接感這樣 所以這是第五個理由 那第六個理由是天才 他認為說 你只有這種環境裡面 才能夠培養天才 那他這個理由是 是一個額外的理由 我們剛剛那些理由他一定會 他自然有一句話講說 我剛才講的那前五個理由 已經把主要理由都講盡了 可是如果我還不能夠說服某些 根本不想要自己自由的那些人的話呢 我要講一些多餘的理由 那其中就是天才 他認為說這種環境裡面 才有可能出現天才 那他覺得天才對這個社會是重要的 他講了三個理由 一個是說天才可以帶來新的真理 新的社會事件 然後更enlightened的行動 然後更高貴的感覺 所以他可以給我們帶來這些這樣 而且天才呢 他不只可以帶來新的東西 他可以讓我們舊的東西保持活力 但是明明他有一個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深 非常 insightful的一個看法 就是說他認為說 即使你有正確的意見 正確的知識 即使你有最好的生活方式 只要你久了 你事實上就會失去活力 因為你已經忘記了 這些意見背後真正的理由 這個生活方式背後真正的好處是什麼 你就只是按照傳統而做而已 任何正確的好的意見或是生活方式 只要久了變成傳統之後 你只是因為傳統而做 他就失去了活力和原本的價值 那他遇到外在環境的衝擊很快就消失了 所以天才不斷提出一個新的想法的時候 他會刺激舊的想法 必須要去define他自己 對不對 你這個作為是錯的啊 我這個作為傳統作為才是對的啊 他去define他原本自己的時候 他就要不斷去想出新的理由 去刺激他自己 這樣你反而去活化了原本舊的正確的信仰 和舊的正確的這些生活方式這樣 所以天才是讓可以保持這個老的習慣習俗 可以維持他的這個火力這樣 那天才可以去打開這個 你有認為說大多數人是平庸的這樣 天才可以去讓平庸的人可以打開他的這個 眼光看到新的世界這樣 可以讓他們有機會變得更有創意 然後可以讓他們變得比較謙虛啊 可以讓他們真正能夠去回應那些真正高貴 和有智慧的事情啊 那這也是他的這個理由之一 那還有一個第七個 第七個 我剛才那個是天才是第六個 第七個是社會進步 這我剛才有稍微帶到就是說 社會進步當然是需要很多政治制度 比如說政治變得更民主是進步對不對 然後法律上保護更多基本人權是進步對不對 教育有義務教育 而且義務教育開始 大家廣泛的科學知識是進步對不對 可是這些進步本身啊 沒有會說他很容易最後就失去了自由的精神 然後大家事實上按照傳統去服從這些進步的制度 我們大家現在去享受民主 我們可能已經忘記民主為什麼是一個進步的制度 我們就覺得民主就是好的啊 民主就是我們該做的事情啊 我們已經這個被 就只要一個制度他其實原本是進步的 但只要他實行久了之後啊 他事實上就會慢慢的僵化 變成是一個傳統這樣 所以進步的制度本身不能夠保證他未來會持續會進步 只有真正這樣子的一種尊重個理性的精神 和自由的精神才能夠確保 我們現在的進步的制度可以持續的不斷在進步這樣 所以確保社會進步的一個充分 而且一個必要的條件這樣 還有一個最後第八個理由 我覺得是最有趣的 但他在後面中後段才提出來 而且這個理由是我覺得最強的 就是他認為說 人的基本的存在模式啊 他用的是Mode of Life 或是Mode of Existence 人基本的存在模式就是不一樣的 每個人都是不一樣 然後我們也不用特別訴訟說 他是天生在基因裡面的 或是他小時候的環境就形素的 我們不太那麼確定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每一個人就是不一樣 所以有一些生活方式對他來說 最能夠去行使他最好的觀能 讓他最快樂 對我來說卻會造成我崩潰 這是很自然的 所以沒有任何一套的行為規則 生活方式是適用於所有人的 對他來說最好 對我來說可能是最壞 這就是人根本的這個差異性這樣 所以你如果不讓每個人按照自己的character 去做選擇的話 他就不能夠找到最適合他自己的Mode of Existence Mode of Life 那只要去接受別人 他自己很可能就變得不快樂 然後永遠就覺得自己這個沒有什麼能量 然後覺得很萎靡 什麼都不想做 那就是你事實上套用了一個不適合他的東西在他身上這樣 那你如果找到適合他的東西在他身上的話呢 他就可以把他的這個 剛才講的這個道德 美學 或是心理的各種能力都發揮到極致 那也許跟別人還是不一樣 但我們卻認為這是整個人類多元性的最美麗的一部分這樣 所以到了第八個他才開始 我認為他才開始真正說到 人的Mode of Life本身確實就是不一樣的 大概是這樣 我找到了這個八個理由很快的就講完了 好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就上到這裡 不好意思 然後我這個今天明天就會出這個 第二次小論文的題目給你們 然後我們的收的時間是期末考過後一個禮拜這樣 所以大家還是有兩個禮拜這樣 那我們下禮拜會講這個羅爾斯 好 好 好 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